Hello 大家好 不好意思要大家等了那麼久 等就兩方面的等 第一個就是等了我三個星期做節目 因為我潛入了亞馬遜森林 我還未 post 相片給大家看 因為其實還未有時間 我Jetlight很厲害 現在我還要想辦法 share 了一條片給大家 我可以怎樣做呢 可不可以幫我拿個電腦出來 我在電腦裡share 連結 剛才說了三個星期的亞馬遜之旅 關於亞馬遜更加適合在如是我聞到講的 因為那個其實是一個殺滿的Journey 一個殺滿之旅 什麼叫殺滿 到底你去做什麼 這個不是生同感受 而是留在如是我聞到講 但是很棒 整件事很棒 要大家除了等了三個星期之外 就是等了今天 因為又是沒有技術的我 搞不定怎樣做 所以不好意思 曬黑了是真的 沒錯是曬黑了的 因為我不知為何 很笨地沒有帶頂母 而且原來太陽太陽太浪 但今天我們要講的大項目是什麼 其實我們今天要講的大項目是關於療酸 關於瀉 關於關節炎 骨湯 蛋白質,這些我知道其實前幾天有很多人 因為很多人問過我 發訊息給我,inbox 說 其實我有痛風 我可不可以生糖飲食呢? 我有痛風的情況之下 吃這麼多蛋白質會怎樣? 會死的,醫生說這樣不行,會很痛的 我想你們都猜到 我給你的版本就不是醫生跟你說的 我不會說所有人都說的 I will tell you what your doctors don't want you to know Sorry 我先等一等 因為很大的影子,看聽眾留言 現在會不會好一點? OK 今天內容的問題 多謝大家提問 我希望這些提問我會留在下一集 下一集就是你,布丁和我兩個 就會回應大家關於今集所問的問題 以及未來錯過了Live 不要緊的,你錯過了Live 你都可以繼續關於這個題目 譬如痛風 關於關節炎 關於尿酸 和飄零 是可以再留言給我的 我現在在找我的節目 連結 我看到自己了 OK 我分享了 就可以正式進入這個大題目 希望大家如果有痛風 或者身邊有朋友有痛風的話 就拿紙筆 因為今天都會很濃的 可以再分享一下 多謝你們的意見回歸 我知道你們比較喜歡這個認識 我沒有問題的 任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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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就很快分享到生同感受的項目 不然就有人錯過了 和分享到我自己的生同女王的項目 那就可以了 稍等我一會兒 非常之快 OK OK 差一個很快 OK 完成 搞定了 好了 因為我今天有很多題目要講 所以我會集中火力 專注地先講完這些 所以你們今天的問題 不要緊 下一集會回答你 放心 擁有提問 OK 不要客氣 這樣就 我要看一看 開 OK 好了 如果你們身邊自己 或者身邊有朋友 有家人 是有痛風的話 我是想跟你說 你會想到我想說什麼 聽開節目的人 你會知道 我不會跟你說 醫生說的一套說話 就是不要吃那麼多紅肉 要戒一樣戒一樣 總之有飄零的東西 你就不要吃了 我會提供充足的理據 讓你明白 為什麼 現在所謂的 提供的提供 是一個 改變的 就是說 好像最初 跟我們說 不要吃飽和脂肪 膽固醇高 你是會有事 是一樣的 OK 我不想每次都陰謀論 跟你說 其實如果 我們 聽他們所說 我們就會 多病痛 多病痛 我們就要吃藥 很多的利益 你可以從這個方向去想 OK 我都不說 是還是不是 你自己去取決 但我要說的是 到底 為什麼 這一個 所謂的 吐風怕飄零 是一個誤區 坊間的誤區 如果你家人是有痛風的話 你大部分會聽到 醫生 營養師 所以說 你一定要避開 不要吃動物性的產品 簡單來說 不要吃肉 然後 啤酒 不要喝 紅酒 不要喝 菇你不要吃 為什麼 因為裡面有一個成分 叫做飄零 但是我想說 與其我們 集中火力 只是看肉 是肉類不好 不如我們看看 肉類以外的東西 到底是怎樣 好不好 那麼 痛風 Gout Gout 是一個很痛的發炎狀況 它是一種發炎性的關節炎 是一個很痛的 很痛的 所以它是痛風 它是關節炎 但是它是發炎性的 簡單來說 它不是退化性 並不是說 年紀大 所有人過了55歲 都會有痛風 並不是這樣 是發炎性 發炎性 如果聽到節目 聽到生酮感受的人 都會知道 發炎跟什麼有關 跟糖分有關 奇怪 為什麼醫生一直都跟我說 我要避開動物性脂肪呢 我一會兒就會解話 OK 那它最有名的症狀是什麼呢 就是 原來你的大腳趾 就會腫到豬蹄 腫到很大 和很痛 為什麼很痛呢 是痛到怎樣 痛到好像被針刺一樣 OK 而且它不只是在大腳趾 那不要緊 我坐在這裡 或者是 我睡在床上做事都可以 我和公司申請病假 那些事實是 在某些時候 你都要下床 你要去廁所 其實你的腳 一碰到地 就已經很痛了 而且 就算不走 好一點 但其實也會痛 OK 它更加 有其他情況 就是 除了腳趾膏 化得很大之外 它會令到 你的身體 可能會有腎石 還有其他的症狀 它會有不同的 所謂的 periodical attacks 是怎樣說 periodical attacks 就是有時候會痛 有時候會不痛 有時候會突然爆出來 有時候又不爆出來 喂 無從稽巧 我們完全不知道 什麼時候發生什麼事 有些人很慘 它是chronic 即是說 長期性的關節炎 長期性的痛風 發炎 關節炎 有些不是 是狗不狗的attacks 看開邊飯 開邊飯 跟什麼有關 當然跟你的飲食有關 新同感受 這個節目本身 就是希望你們 聆聽身體的聲音 什麼叫聆聽身體的聲音 其實 如果你有痛風 很明顯身體已經有事 你不要告訴我 那隻腳趾 弓發到這樣 叫做正常 當然是不正常 但是 與其只是相信 你的blood test 就是你的抽血報告 以及醫生跟你說的話 你要聽清楚 你的身體 發給你的信號 是什麼 所以其實這個節目 是關於 除了生同之外 是幫你 大家更好去了解自己的身體 了解你的身體 其實想跟你說什麼 拉開一點點說 就是我今次去亞馬遜森林 這個靈性之旅 其實我現在 在Being Train 除了是一個生同的Coach 一個Health Coach 除了是一個 功能醫學 功能營養學 的一個practitioner之外 其實我也是一個Shaman 這一點點我會提一點 就是因為 其實在Shamanism 即殺滿的角度 其實人 自古 在很久以前 我們是有能力 和動物和植物溝通的 我們更加有能力 可以聽到自己身體的聲音 但是這個 隨著 所謂的文明進步 我們就開始沒有了這個能力 就是和動物和植物溝通 和聽到自己身體想發出的聲音 我們現在就變成了 我們相信了權威 醫生跟你說什麼 你膽補唇膏 你吃藥 你痛風 你避開蛋白質 脂肪對你不好 其實我經常都說 你不要相信任何人跟你說的 包括我在內 你聽自己身體的聲音 即是 你聽了幾十年 從出生到現在都說 不要吃動物性脂肪 不要吃飽和脂肪 不如你又試一下 聽一下 如果吃了會怎樣 我試一下 我試一下不高糖低脂 我試一下 我試一下 我高脂低糖 看看你的身體會怎樣 一樣 你試一下 今次痛風這個 topic 我不是怕飄零 我試一下 原來不是飄零 不是蛋白質 是糖 又會怎樣 所以這個時候 我就跟你說 就是 聆聽你身體的聲音 不要因為醫生說 你要避開 你就去避開 試一下你的身體的反應 好 痛風這件事 是男人多於女人 很奇怪 但是 男人雖然多於女人 其實 在過去幾十年 二三十年 雙性的痛風增長 一直持續 即是 男人越來越多痛風 女人也越來越多痛風 我們叫痛風的成因 很簡單 就是 Uric Acid 即是尿酸 尿酸 尿酸 在血液裡 有太多 太多 Uric Acid 它有個名字 Hyper Euricemia 這就是醫學名字 大家不需要認識的醫學名字 其實 我說 你醫生不會跟你說 其實 尿酸 是你身體 需要的 是一個 主要的 抗氧化劑 什麼叫抗氧化劑 抗氧化劑 大家知道 維他命C 維他命E 抗氧化劑 葡萄籽 就是抗氧化劑 但大家未必知道 其實尿酸 是一個很厲害 很主要的抗氧化劑 抗氧化劑 抗氧化劑有什麼用呢 抗氧化劑 有一個很衰格的比喻 有一個 狐狸精 他永遠都單身 但他永遠都會偷其他人的另一本 而且他百發百中 很奇怪 他自己沒有配偶 但他永遠都會搶別人 他一定會搶到 這個叫做游離肌 你身體裡的狐狸精 就叫做游離肌 他就少了一顆的 電粒子 這樣理解 他就會搶其他健康細胞 他一搶了 就變成下一個人 變成狐狸精 他搶了你的配偶 然後變成你是 你又要搶另一個 這是一個連鎖反應 那我們怎樣去中和這些 狐狸精 就是我搶著指摘配偶 我身邊真的有一個我很愛的另一半 但我另外拖多一個假的指摘 這個指摘就是抗氧化劑 其實尿酸是抗氧化劑 因為其實這個抗氧化劑 這個指摘公仔 是保護你的正常細胞 保護你真正 你心外的另一半 不要被人搶走 所以其實他對你是好的 但是為什麼好又會令到我痛風呢 因為太多了 那為什麼會太多呢 因為其實任何東西太多都不行的 不要想著 煙窩好又吃很多 然後番薯好又吃很多 世界坊間的一個誤區 就是你見到那些長輩圖 或者長輩Youtube 就會跟你說一下 奇異果有什麼 有多少倍橙的維他命 它裡面有什麼纖維 老實說 如果你要我說飯有什麼好處 我都說到的 你要我說糙米 黎麥 還有什麼 番薯 奇異果椒 有什麼好處 我都說到的 但是大家要留意的是 它的好處意外是什麼 它的壞處是什麼 就是我要 present一件事 我一定present到 很好 那你想想哪個present給你 賣那個人present給你 他一定賺到他天上地下沒有 但是 喂 它會不會說不好的部分 不會的 但是 你要知道 其實 除了 它有幾倍的維他命C 它有很多腺食纖維之外 它也很高糖 它也有基因改造的成分 那這些事情是否需要知道 我想問問聽眾 你們現在聽聲音是否可以 因為我發現 其實我沒有帶咪 對 不好意思 那你們現在聽聲有沒有困難呢 會不會說 很細聲呢 那給我一點點 feedback 好嗎 因為我剛才太心急開了 那我發覺 咦 咪我還沒帶 這樣 會不會收音很差 OK 我先戴回 讓大家清晰一點 很快 很快 好了 當你的身體裡面 尤其你的血液裡面 有很多的尿酸 Uric Acid 的時候 它就會結晶 Crystallize Crystallize 在邊呢 大部分都是關節的 但是特別喜歡去大腳趾 為什麼呢 因為有東西叫做地心吸力 而且大腳趾的面積大 我當然會去那裡 所以就發覺 咦 它在大腳趾尤其重災區 但是不代表其他地方沒有 所以為什麼都會出現有腎石呢 因為它全身有酒 所以簡單說 如果你的尿酸 Uric Acid 的濃度 在血液裡面 越高 它的沉澱就會越多 除非你每天都倒臘 其實我後面有部倒臘機 你每天都倒臘 這樣 它可能會跌回 去到別處 會不會去到你的頸裡沉澱 可能的 我不知道 但是 重點就是 因為血液裡面太多的尿酸 我先戴回咪 稍等我一會 OK OK 好了 我回來了 這樣 但是戴了咪之後 它就會頂住 OK 我們要想一想辦法 OK 可以 腳跟也有機會 沒錯 你會發現它很有趣 它特別一堆雷 很喜歡雷去下面 因為就是地心扣力 所以這個時候 做運動有沒有用 做運動有用 但是我已經痛了死 還做什麼運動 明白的 明白的 那你就不痛的時候做 因為剛才也有說 有少部分的人 他不幸 他長期痛 但有部分 大部分的人 其實是 是 可能 喪食菇 喪飲紅酒 喪食蛋白質 那段時間 會多了 但是 醫生 他當然會打針 他會給你消炎藥 給你吃 但是 其實我有些天然的方法 OK 當然 我不是說我的方法 會取代到醫生的方法 絕對不是 記住 我和你分享健康資訊 並不是要去代替醫生 OK 只不過是 你在沒有病沒有痛的情況下 你注意你的健康 聆聽你身體的聲音 不要迷信權威 你儘量照顧好你的身體 你可以少點看醫生 是不是好 少點吃藥和打針 好 又說回尿酸 傳統的智慧 就會跟我們說 最好 避開會有痛風的方法 就是 吃少許海鮮 和少許肉 尤其是內臟 OK 你覺得 我還用生酮嗎 不要吃動物性的東西 很難的 因為生酮 我們很多時候餵有豬腩 還有我最喜歡叫人吃內臟的 你知不知道 如果做過 consultation 就知道了 喪食 叫你喪食 尤其是豬癮 牛肝 肝醬 叫你們喪食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原來痛風和飄零 和動物蛋白質有直接關係 那我怎麼生酮呢 首先 我是想說 OK 是沒錯的 是有做過 一些 control的test 一些study 是說 痛風是和 動物性的蛋白質有關 沒錯 的確是這樣 但是 there is more to it 那你讓我先喝一口 好嗎 跟大家說聲 這個 我只不過是一個瓶 我裡面是自己做的 那大家希望 在家裡都不要丟膠瓶了 膠瓶 我們一個 其實真的可以用 很多很多很多年 那所以 就自己沖茶 然後fuel回去 就不要 每天都買一瓶兩瓶回來喝 因為地球很慘 OK 這個是題外話來的 回來了 首先 那些人就說 痛風和動物性脂肪有關 但我想告訴你 其實這個是 guilty by association 就是說 那些年輕人很多時候 叫做被拘捕了 有被人控告 可能很慘 留在案底 但其實他無辜 為什麼無辜 就是警察去到那個現場 看到有打鬥 或者有人現場藏有毒品 然後他是他的朋友 那就變了牽連 就是連坐之罪 我會回答大骨湯 是否有飄零 還有我都會回答你 你需要不需要怕飄零 還有 到底痛風 是否真的和飄零有關 而到底痛風 是否要剪飄零 就會好 如果是這樣 我給你一個提示 今年一一的 你絕對會明白 就是 如果避開動物脂肪 避開飄零 和打心吃藥就可以 那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人痛風 不如你回答我這件事 好嗎 所有的問題 其實我們會下一集回答 但今天一集 因為太多資訊 所以大家還要拿資筆抽 就回答不了問題 下一集我會和姐姐布甸 一起解答大家的問題 所以踴躍留言 如果你留了言 我之後會再跟你說 你放心 而且你錯過了 生活不要緊 你之後再看 都可以留言 通風被認為是一個 Disease of civilization 即是文明病 即是富貴病 有錢人才有 什麼是有錢人呢 是否要富豪榜有名 不是 只不過是 當你可以吃到你想吃的東西 你不會說 我想吃吃不到 現在大部份香港人 有多少人說 想吃吃不起呢 不會的 大家都飽肚 反而我們現在太多食物 多到要扔多到浪費 所以 這個所謂的Plenty of luxury food luxury food 富貴病 直到最近這幾十年 鄰近地區不止 可能它是去到這十多年 才是叫做 真的想吃什麼都有 大把錢 強過崛起 你已經知道 以前 什麼叫豬門酒肉臭 因為酒和肉是有錢人 才吃得起的東西 所以 你不能聯想 其實有錢人吃得多肉 有通風 所以那個study的方向 就是 肉類和通風的關係 但其實它沒有看 其他東西的關係 你聽不聽到我想說什麼 它不是一個很全面 很客觀的一個study 我們就是說 現在的modern population research 就是 這幾十年所做關於通風的research 是說 通風是associated with 聽清楚 律師很喜歡針著字眼的 associated with 即是有關聯 但它不是cost by 失敗了 有關聯 即是有關 但不是由那件事引起 即是你不能說 痛風是由飄零引起 痛風是由尿酸直接 和肉食的進食量有關 OK 好了 在一個study裡面 我會post給大家看 它是說什麼 我講英文 因為我要quote原文 就是 在一個study裡面 每天額外進食 肉類就增加了21%的痛風風險 而每個星期 吃多了額外的海鮮 就增加了7%的風險 你說額外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 我額外以外 其他的東西 你有沒有算進去 沒有 即是原來 那天我吃了7個豆乳 再加2個豬仔包 再吃了西多士 我再吃個豬扒 一塊牛扒 再吃了海南雞 就糟糕了 那就是 我額外吃了那些肉 但是 肉以外那些 你不雞 那我信不信你 那我不信你 因為 你不是apple to apple comparison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即不是說 同一班人 比如500個人 OK 好了 他有一個月時間 是吃這樣的比例 下一個月 他的比例 就是肉類增加 但是其他東西不變 他其他東西沒有說 他只說多了肉 不行 那就是 不是一個客觀 不是一個control OK 的tested study OK 好了 那我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 你吃得多了肉 是有機會令你的痛風多了 Joe Pan說得很好 有人尿酸指數低 但他也有痛風 其實他跟什麼呢 跟你的分解能力有關 跟你身體裡的發炎指數有關 那發炎跟什麼有關呢 你聽了這麼久的節目 聽眾一定知道是跟糖有關 剛才的test camp 你聽到 他沒有說糖的 他沒有說碳水化合物的 他只是說肉類 說蛋白質 那就是廢了 你問我 好了 但一般的醫生 營養師 就跟你說 你避開痛風 你避開吃肉 你不要吃海鮮 不要吃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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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藥 是的 痛那一陣子是這樣 但是有沒有可能 永遠不吃海鮮 海鮮有很多的益處 很多 那我就跟你說 你看最長名的地方的人 例如哪些 地中海地區 例如沖繩 整個日本都吃很多海鮮 人家很長名的 看來長壽跟海鮮有關 那怎樣 我為了痛風 因為可能有關 所以不吃 記住 是associated with 而不是cost by OK 好了 現在繼續說給你聽 肉類呢 先喝一口 肉類裡面 還有海鮮都有的 有一個叫puling Pureens Pureens 是一個化學成分 它進入你身體裡 它被分解 它被分解之後 它就會成為尿酸 哇 那你聽來就覺得 糟糕了 原來我不吃得有puling的東西 那就是不能喝骨湯 我告訴你 說嚇死你 你要解決你的痛風 你更加需要骨湯 我稍後會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 Eric Lee 我看到你說你斷航兩個月 但你斷成怎樣 我要study多一點 到時我會告訴你 我也會提供remedy 今集如果一集說不完 大家很睏 很睏 不要緊 我下集再說 總之我痛風有一個 topic 我cover為止 等你聽完之後 以後再有營養師 再有醫生跟你說 痛風 避開 不要吃動物性脂肪 不要吃有puling的東西 你會覺得 你懂什麼 那你就會知道 其實怎樣大眾的教育 是誤導了大家的 因為你要知道 其實醫生也好 營養師也好 他又是受到 Ancel Keys 受到大機構的 research 他們是否真的自己做的 research 不是 那我也不是 但幸好聖著有邏輯思維 我會看到 你只是說additional 你沒有說additional以外 那大哥不如這樣說 我額外吃多了肉會痛風 你也可以告訴我 我額外吃多了幾個豆乳會發生什麼事 幾個西多士會發生什麼事 那你沒有說 那我就覺得 你根本不是一個control test 那如果我們用他們的邏輯 即是醫生營養師的邏輯 即是說多了動物性蛋白質 因為puling會被分解成尿酸 那就會痛風了 好 那我告訴你 我舉出幾個例子 首先 有魔人告訴你 其實植物裡都有puling 例如大力水手吃的菠菜 都很高puling 但是為什麼植物裡的puling 完全不associated with 痛風 他不是已經立不到足了 你明白嗎 他這個飄零引起痛風的一個例證 是不能夠立足的 因為植物都有puling 可以嗎 好 如果植物有puling 動物也有puling 為什麼只是動物的puling會引起呢 如果你說是puling 繼續 西蘭花都有 謝謝Eric 還有 Chi Chung Ho說 我跟醫生方法 戒口很多年 多過八年 染血出來也是尿酸膏 See It's not about 你吃不吃戒不戒口 我打架 Sorry It's about你身體的代謝能力 所以我稍後會跟你說 但你猜到 我教你的方法裡面有一個 就是喝大量的骨湯 Candy Lee Candy Lee說得好 OK 好了 我再說一件事 嚇死你好不好 就是 你身體裡面 只有三分之一的尿酸 是來自你的飲食 三分之二是你身體自己製造 所以簡單來說 就算你減掉那三分之一外來的尿酸 你身體那三分之二的尿酸 都可以令你繼續有痛風 明白嗎 所以醫生和營養師說的 不要喝骨湯 要避開飄零 避開動物性的東西 其實很好笑 因為正如膽固醇一樣 他跟你說你要避開 避什麼呢 其實你身體自己製造 你不吃他也有的 為什麼有呢 因為他需要才有 為什麼需要呢 因為你細胞老化需要維修 因為如果你沒有膽固醇 你會死 行不行 好嗎 正如 飄零你身體需要 因為你身體裡面的 游離機很高 很多邪惡的狐狸精 不斷偷你的其他健康細胞 所以你身體要製造這些尿酸出來 其實是要打它 為什麼要製造這麼多尿酸出來打它 因為菜吃得不夠 為何菜吃得不夠不行 因為菜裡面有大量的抗氧化劑 我告訴你 抗氧化劑不在肉裡面 我和你們說了這麼久 我的節目做了一年多兩年 每次吃七至十杯菜 為什麼吃七至十杯菜 因為植物裡面 蔬菜裡面 是有Fetal Nutrients 植化素 植化素就是最強大的抗氧化劑 保護你的細胞 不被游離機侵害 你知不知道 游離機就是氧化帶來的疾病 是有六百多種的 我當然不會逐一列出 但我想告訴你 為什麼你會吃維他命C 當然愚蠢 吃檸檬 你會吃維他命E 也愚蠢 紅棕櫚油就可以了 不是一般棕櫚油 紅色的棕櫚油 Palm kernel 不是Palm oil Palm kernel oil 還有 還有什麼 比如說 我吃魚油 油是被我罵的 肯定罵魚油 為什麼不吃魚 你覺得地中海的人 吃魚長命 吃魚油長命 藥廠想吃魚油 不要 我告訴你 已經氧化了 好了 我繼續說 你既然會吃葡萊芝 即葡萄紫精華 你要抗氧化 你怕老 你想皮膚漂亮 好 你的身體已經製造尿酸 幫你抗氧化 你不要浪費錢 吃那些食物 我告訴你 千萬不要 我最討厭 我倒米 你最應該做的是什麼 你應該多吃些蔬菜 七至十杯 什麼叫一杯 七至十個拳頭 我怕你們 七至十個拳頭 OK 拳頭 七至十個拳頭 煮熟又可以 生又可以 你吃到七至十杯拳頭的蔬菜 你的尿酸 好得七七八八 好不曬 你聽完我等一下 或者下一集 如果時間不夠 教你的方法 你就會好得曬 不可以說包丹 但是 起碼你的 attack 會少了九成九 為什麼 七至十杯蔬菜 除了有足夠的抗氧化劑 保護你的細胞 你身體就不用製造 這麼多尿酸 出來保護你的細胞 明白嗎 OK 好了 第二就是 七至十個拳頭的蔬菜 裡面 還有很多什麼 Protessium Guess what Protessium Protessium citrate 或Protessium 什麼都好 Protessium 其實是幫你瓦解尿酸的 Oh wow You see OK 我不說廢話 OK I give you solid advice 行不行 OK 我跟你說的是 沒有廢話 你 你吃七至十杯蔬菜 你幫襯我嗎 對 我有生同餐 對 我虧錢做的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OK 但是 你不幫襯我 It's fine OK 我叫你有尿酸的人 你要喝骨湯 OK 你自己煲也可以 我年多前已經教你們煲 你煲 你也可以幫襯我 我煲六十個小時 但是 至於我煲六十個小時 我自己煲也可以 那你就自己煲 沒有問題 OK 關於我的生同餐 我不在現在這個節目裡說 因為我都明白大家想要資訊 你的意見我收到 我聽到的 沒有問題 我另外明天再做一個短短的Facebook Live 短短幾分鐘 我去交代生同餐的內容 譬如有些人說 你吃不飽 我好像很小份 我告訴你 現在很大份 因為我們之前 其實塞不進盒裡 現在我們獨立包裝 很大份 我包你飽 這些不要緊 這些內容 關於送餐 訂餐的東西 我明天再做一個短短的影片 現在講回尿酸 講回飄靈 講回坊間的老點 好嗎?繼續 好了 與其在那裡怪膳食飄靈 不如我們講一下 另外一大堆的研究人員 實際上其實發現了些什麼 他們其實是說 痛風是糖 痛風是跟果糖有關的 不如說給你聽說 其實跟飄靈一樣 其實果糖是增加你身體裡 尿酸的生產 為什麼會呢? 你猜一下 因為你多了糖 就多了發炎 多了發炎 你的身體就覺得 嘩嘩嘩 不行 我要生產多些抗氧化劑 明白嗎? 那個關係其實是在這裏 原來果糖 即是你以為 很健康 我一天吃七個橙 或者我一天吃很多個蘋果 吃士多啤 再加提子 再加奇異果 因為那些長輩圖說很有益 這樣 其實呢 你吃了下去的果糖 它是抑制你的尿酸的分解 和排出的 明白嗎? 明白我想說什麼 所以就是 你吃了果糖的身體裡 你的尿酸反而會增高 因為排不到出來 令到情況惡化 所以你現在聽到的關係 你就明白 尿酸在身體裡 三分之二是自己製造 因為抗氧化 三分之一是進食進來的 然後 你如果吃了果糖 糖類的東西 其實不限於果糖 包括你的粥粉麵飯 麵包餅乾 蛋糕 公仔麵 烏冬 是會限制尿酸的排出 行不行 好了 然後繼續說 這樣 它不只是增加糖分 不只是增加你尿酸的level增高 它還會令到你身體裡 自己生產的三分二的尿酸 會受到影響 它會怎樣呢? 就是令到你一路生產更多 而排不到出來 這樣便去了腎道 所以我跟你們說 你要生酸 絕對是好的 但麻煩你生得對 你不要生酸 然後走去吃了 我兒子上我的大腿 吃了很多糖分 這樣的話 因為有糖 又有動物性的肉類 動物性的脂肪 蛋白質的時候 變成你的吸收多了 排出量便少了 明明我想說什麼 你排不到出來 它繼續累積 水漲船高 所以飄零多的食物 不會令到你累積尿酸 在你的身體裡 糖分會 醫生有沒有跟你說過這些 營養師有沒有跟你說過這些 我聽過最荒謬的 就是作為營養師 叫人不要吃菜 我只聽到火都離了 離譜的 我想問你 不吃菜會怎樣 不吃菜 不夠纖維會便秘 第二 不吃菜 你沒有足夠的礦物質會怎樣 你的身體有三百幾個 chemical reaction 會 shut down OK 還有不吃蔬菜的話 更加沒有的是什麼 植化素 Fetal nutrient 就是最強的抗氧化劑 你的身體會怎樣 會大量氧化 你會有很多病痛 你的尿酸就越高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陰謀論 是不是這樣說嘩眾取寵 出了位 就覺得很特別 然後你們繼續 如果聽的話 繼續有這個方法 就很嚴重 繼續不舒服 繼續回去覆診 繼續找他 那些人 我不知道 醫生可能 都多少有些利益在 我不知道 人為了自己的利益 可以去到多盡 我自己本身 就是一個廚師 我以前的意大利餐廳 是拿很多獎 拿很多獎 最好的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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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許我發一點點鬧鬧 一句半句 就是 我以前隨便一個前菜 都比現在整個生同餐 都貴 我一個面可以賣三百多元的以前 意大利菜當然是圍著 pasta 甜品 餅 但是我走出來和你們說 要戒堂 要生同 我就因為 我不會味著自己的良心 我想現在展示一下 這樣的一份生同餐 我現在放進盒子裡給大家看 有前菜 有主菜 對不起 看不到原來你們 有前菜 有主菜 有甜品 生同甜品 三樣東西 這樣放在一起 這一個 你覺得 portion 小 我們已經吸納了這個意見 現在就不是這樣 我們會放進這個袋裡 很大 portion 我包你包 以前是因為我塞不到下去 蓋不起來 蓋起來 蓋起來後 所以我們要控制塞到下去 但現在不會 現在我們全部 這樣獨立包裝給你們 然後六份餐連一個盒 其實盒的目的 都是讓你方便在辦公室盯上 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一個超級環保人士 你不想要這個盒 沒有問題的 你秘住 你說你不要這個盒 我們就可以不放這個盒給你 我會感謝你支持環保 另外 你可以看一下 雞當然是蓮皮 有沒有菜 有菜 這是什麼 是一個奇亞子布甸 開名好像很壞 但我想說 我在Pure Yoga 吃一個奇亞子布甸 是幾十元的 我想問大家 我發兩句露騷 我以前一個前菜 都百幾二百元 現在整個餐三樣東西加起來 都是一百元 運輸費去一百多元 我為什麼做這件事 是因為我想你們生酮 我想你們方便生酮 因為你不是自己煮不行 你自己煮可以 你自己煮一定比我便宜 因為我是一個持牌食廠 我有請伙計 我有燈油火納 然後我有運輸費 但我是虧錢的 我想告訴大家 我遲些要加價 對不起 真的沒有辦法 因為我真的虧錢 會計數人就知道 再看看 這個 會不會倒出來 這個是前菜 這個你以為是什麼 是菜 各位 炒飯 海鮮 蟹膏 海鮮炒飯 這個飯 其實是椰菜花 所以不要跟我說不夠菜 其實很多 這裡已經有三至四個全球的菜 還有些菜 我給你看 好嗎 大家看看 看到嗎 乳衣金藍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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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菜 其實很多菜 只不過我們用了很多的技巧 把它融入了餐裡 你聽到不是綠色 你就以為不是 這個當然不是 但你看到黃黃色 你知道是什麼 其實是薑黃 很有益的 這是生酮的蛋糕仔 所以 如果你還是覺得不夠菜 沒問題 我們接下來會有菜汁 你可以再訂菜汁 那你想想 老老實實 就是 很美的一個餐 還有的 再看看 這個 看看 正不正 折瓜船 折瓜 加肉丸 看到嗎 再加雞翼 看到嗎 是不是雞翼 我沒有害他 是雞翼 再加一個什麼 大家看看 我現在很想吃 生酮的 一百元 連骨湯 我不虧錢 你跟我說 說笑嗎 當然在虧錢 我想鼓勵大家 生酮 其實不要緊 你吃幾次 我懂得煮 那你就不要再訂菜 沒問題 真的 而且我接下來會出送包 這些食物 但不是煮了 是一袋袋 生的 還沒煮 連汁醬 真空袋 你們可以訂菜 回去媽媽煮給一家人 因為我想鼓勵你們生酮 我才會蝕錢去做 如果自己會做Tiramisu的人 你知不知道Tiramisu 只是裡面的Mascarponi Cheese 是多少錢 而且這些生酮甜品 其實全部用的是杏仁粉 椰子粉 還有我用的油 是椰子油 我用椰子油為主 然後是牛油和橄欖油 我不是用很差的油 菜油煮給你們吃 我告訴你們 我自己都在吃 所以你覺得我會不會自己害自己 我不會 可以嗎 所以我希望你們試 我希望你們吃 因為我想鼓勵你們知道 其實生酮有很多變化 很多變化 真的 不是你想像中 吃來吃 吃過扒 加過沙律 很多變化 吃一下試一下 OK 之前你們的意見 我已經改了 所以你收到的時候 不要期望它是這樣一盒 記住 是一袋袋的 一袋袋 OK 如果不要這個餐盒 跟我說 我感激你 支持環保 如果你不說的話 我會隨餐附送一個盒 給你方便在公司或家裡叮來吃 OK 好嗎 我勞騷發到這裡 OK 應該差不多 將來會有菜汁 菜汁大家可以叫來喝 我的菜汁會加秘魯的馬卡粉 OK Superfood 還有會加Acai Berry 也是一個Superfood 我只能夠說 如果我抽身出來 我是第三者 我看到有人這麼用心 一個拿了這麼多獎的廚師 這麼用心去做生童餐 一百元有四樣東西 前菜、主菜、甜品、骨湯 骨湯是熬六十個小時的 我一定會訂單 而且我一定會擔心他虧錢 我想告訴你 而我自己都在吃這些 所以我可以告訴你 絕對沒有味精 還有沒有任何有害的成分 用油是最好的 試一下 我想說我自己下去 例如Simply Life 如果見過我做過討論 會知道 我在Simply Life做過討論 我給一百元 我是吃到沙律 我一百元 全日午飯都吃不到 所以現在有前菜、主菜、甜品 加上六十個小時的骨湯 我不知道為何有人可以攻擊 覺得這樣是不好 但不要緊 我看到他們繼續訂單 未試的人 我想你們試一下 繼續說 廖算 未講完 好了 這樣 就是 繼續說 其實痛風 醫學研究人員 記住 我不是說 一般前線的醫護人員 很辛苦的 我不是說那些 我不是說那些 我是說在大學裏面做 research的 他告訴你 其實痛風 是跟身神代謝病變 就是metabolic syndrome 和diabetes 有很直接的關係 你想回 其實身神代謝病變 和糖尿病是跟什麼有關 糖的代謝有關 行不行 而胰島素抗性 什麼叫胰島素抗性 如果不知道的人 我現在很快就說 你長期吃太多糖 不是甜品 不只是甜品 是粥粉麵飯 麵包餅乾蛋糕 烏冬 公仔麵 你的糖尿病 你的胰島素長期 要在很高的水平 希望去平衡血糖 問題是 你太多了 它完全禁止 所以 就有個胰島素抗性 這件事 胰島素抗性 是直接 跟hyperuricemia 就是尿酸高的醫學名有關 聽不聽到 OK 胰島素抗性 如何引起 吃得太多 澱粉質和糖 OK 它會引起什麼 它會引起尿酸過高 行不行 而你身體裡面 如果尿酸已經高 你再吃有糖的東西 會怎樣 抑制尿酸的排出 行不行 清楚 好 另外 就是酒精 酒精和糖分 尤其果糖 其實在身神代謝上 是很接近的 正如 澱粉質 即我們叫做 carbs 我們叫做 葡萄糖 和維他命C的代謝 其實很相似 它們都是競爭對手 大家都在跑道上 酒精和果糖 他們兩個是競爭對手 他們兩個都會做什麼 就是令到你的身體 產生尿酸 和抑制尿酸的排出 所以為什麼 喝了啤酒會痛 我喝了紅酒會痛 其實是因為 它令到你排不到之餘 還要增加 尿酸多了 還要排不到出來 那你想一下 其實啤酒裡面有沒有什麼 除了酒精之外 炭水化合物 自己拿罐啤酒 來檢查一下 那個標籤 紅酒 白酒 除了酒精之外 有什麼 就是有糖 就是炭水化合物 You see the association 你看到那個關聯沒有 我現在再 summarize多一次 如果聽聽一下 有些亂的朋友 進食的尿酸 只是進食的飄零 就是直接進身體變成尿酸 只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是你身體自己產生的 而那些所謂不好吃動物 是因為額外吃多了多少肉 就增加了多少% 額外的肉 它不說額外的豆乳 炭水化合物 而真正醫護 真正背後的研究人員 跟你說 真正痛風 是三分之二由你身體製造的尿酸 而你的糖分抑制排出 還要增加得更加多 可以嗎 好 繼續 那個Fructose Connection 即果糖 會解釋到為什麼 飄零多的肉類會令到你有痛風 但飄零高的菜又不會有呢 這樣 有得解釋的 因為其實 吃得最多紅肉的人 也有機會 我早就說有機會 是吃得最少的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吃了很多肉 而肉其實如果你吃韓燒 你就知道了 煎的時候它會焦 它會變焦糖 我們廚師叫做caramelization caramelize這塊肉 其實caramelize是什麼呢 就是肌肉組 即動物的肉 裡面的glycogen 肌糖 肌肉裡面的糖分 會釋出 所以你要明白 就是肉裡面都有糖分 你就是吃肉裡面的糖分 再加上健康的生果 那整件事就倒了 但不是肉 單純肉可以做到這件事 那菜為什麼沒有事呢 那為什麼有人會叫你不吃菜 荒謬到極 因為菜裡面 它有的所謂炭水化合物 其實是纖維 主要是纖維 就是剛才我給你們看的 我給你們看的 我給你們看的菜 又打開了 又給你們看 可以嗎 你看看 魚衣甘藍 青瓜 小番茄仔 這一盒 看到嗎 是牛油果 大家看到嗎 牛油果 整盒都是菜 這個菜 這裡有些小小小小 還有Palma ham 和沙拉米 這些菜 你會留意到嗎 它是很高 醋醋 高醋醋 會分解尿酸 醋醋 而這些菜 有炭水化合物 沒錯 炭水化合物是纖維 不是藍瓜 藍瓜 紅菜頭也不可以 這些是纖維 所以它不是肉類含有肝糖 即是肌肉的肌糖 即是Glycogen 不是 可以嗎 清楚嗎 在Gary Taubes的書 Good Calories 和Bad Calories 裡面都有更多的解釋 Gary Taubes是一個什麼人 他是一個記者 不是醫生 不是營養師 不是 他是一個記者 專門寫醫學科學的 糟糕 如果你說迷信 要專業資格 那些 你不要聽Gary Taubes說話 你不要聽Jimmy Moore說話 但我想告訴你 這兩個人說話 你一定要聽 因為they know their stuff 我們進入了一個叫做 迷信權威的時代 在真的讀的時候 他真的有這個詞 我有一個朋友叫Jan Bond 她很熟悉的 有一個詞 就是政府和權威 他樹立自己的權威 他是要排除其他的人 他排除了就是 就算你很有趣 就算說的話 也好 你不是他一份子 你就不會有認受性 因為你沒有營養師資格 但其實你說的話 沒有錯 正如中醫以前被人尷尬 或是儒家老師被人尷尬 其實你問我 儒家幫助你痛風 可能比西醫更多 但你不是醫生 很多人還是很迷信 你明白嗎 只是聽權威說話 我經常說 不要聽這件事 我不是說 你死人嵌糟糕的時候 不看醫生 而是 你也要聽自己身體說什麼 你的身體才是你最好的醫生 為何你們現在會聽我說話 因為你內在的醫生 呼喚 我知道我聽起來很神話 但這是真的 你以為你雙風感冒 或者你有什麼病痛 你以為那些藥醫治好你嗎 不是 其實是你的免疫系統治好你 是你的身體 你內在的醫生正在醫治你的 雙風感冒 我告訴你 吃什麼都沒有用的 真的 你吃的那些藥 其實是什麼 是壓制你的症狀 即是說不要濕到 吐不了氣 不要不停留鼻水打癡 令你舒服一點 你可以多休息 休息多一點 你身體的治癒能力 去令你痊癒 如果藥物可以令你痊癒 那任何吃藥的人都會痊癒 聽不聽得出一個漏洞 如果藥物可以令你痊癒 糖尿病人 Sorry 對不起 外滋病人不會死 為什麼外滋病人會死 因為他身體的免疫功能受創 明不明 所以真正醫到你的 不是醫生 不是藥物 是你自己和你的治癒能力 不要相信外面跟你說的東西 信得太多 你要聽 聽的是誰 是你身體 你要試 叫你不要吃脂肪的人 你聽了很多年 嘗試聽聽 叫你吃脂肪的人 我本身是佛教徒 釋迦牟尼佛跟我們說 你不要相信我 我說的話 你實驗 你試一下 如果他work for你 你才去相信 如果你說密宗 師父和徒弟的師徒關係 以前彼此要觀察三年 當然現在末法時代 就沒有這樣 大家衝去灌頂 出名的靈摩車 就拜他做上司 追星 It's not the right way It's not the right way 為什麼我現在trained 做一個Shaman 因為我相信 如果大家可以接觸到 更加多這種傳統的智慧 你會更加 in tune with 你的身體 你會更加有能力聽到你身體的聲音 which is what I want 但再說回 如果你真的大鑊結 你痛風的時候 你怎樣做呢 當然你真的要看醫生 我現在教你的是 當你沒事沒有痛的時候 你怎樣避開 但是你真的大鑊的時候 你也想去看醫生 如果你本身是有痛風的歷史的話 Get rid of fructose 即是什麼呢 果糖 避開果糖 不要吃水果 不要喝街邊的蔥的台式飲品 因為它裡面用的 就叫做high fructose corn syrup 是那種縮膠的 那種糖來的 是很高果糖的 OK 不要喝啤酒 因為呢 剛才也說過了 酒精 戒酒 OK 如果你真的必出要喝 你喝vodka 喝whiskey 因為whiskey vodka 那些烈酒類 它已經沒有糖分了 明白嗎 但是你啤酒 很多糖分的 還有你的那些叫做什麼 啤酒 紅酒白酒都很多 所以你要喝就喝烈酒 它們果糖少 OK 但是酒精都是糟糕的 記住 因為酒精的身神代謝方法 在你的身體裡面 其實跟果糖一樣 只不過它不是double evil 它是single evil 都是evil OK 好了 如果你是有痛風的話 避開不要節食 變態 是的 因為其實你節食 包括斷食 是會令到你的尿酸濃度升高 是的 所以如果你是有尿酸歷史的人 有痛風歷史的人 你慢慢來 不要很快地斷食三天 或者五天 我沒有尿酸 我喜歡怎樣斷食都可以 但是你不要亂來 還有如果真的想斷食長時間的人 你又不介意見一下我 即是醒白白不想給我洗的話 我都想見一下跟你聊 OK 就是 make sure你的身體可以handle到 因為我不想待會你暈了 然後或者有些什麼 然後你就覺得原來斷食很大鑊 有些事情你注意了就可以了 OK 好了 還有減肥 如果太肥的話 其實壓住關節 都會令你尿酸積聚在關節上 OK 還有 吃多些蔬菜 七至十個拳頭 記不記得 七至十個拳頭 可以嗎 好了 再說一次 我的人就是這麼長氣 又來 說不夠菜的 給我看你眼睛看 這一盒全都是蔬菜 這是牛油果 可以嗎 還說不夠菜呢 又遲你 這些東西都不看的 OK 哎呀 糟了 我撕壞了這部 算了我等一下吃了它 OK 好了 這一個 你知不知道都是蔬菜來的 其實菜家肉 OK 折瓜來的 意大利薯基尼 OK 好了 不夠菜了 還有 椰菜花來的 整盒 可以嗎 菇 可以嗎 可以嗎 還有 西蘭花 有飄零 飄零不用怕 然後 這裡 奇亞子 奇亞子最多是甚麼 Omega-3 可以嗎 Omega-3有甚麼用的 對抗發炎 你覺得你的痛風是甚麼 就是發炎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有中菜 有意大利菜 OK 還有 你多久沒有吃過 嗯 相同的 Tiramisu 吃一下吧 OK 好了 還有 如果你是可以吃到 OK 奶類製品的話 其實你吃些奶油 吃些牛油 都對於降低 這個尿酸是有幫助的 Surprise OK 剛才說過 吃七至十杯菜 你也知道 OK 好了 繼續了 還有解救方法 OK 剛才說的那個蔬菜 你記住 為甚麼一定要你吃這麼多菜 因為菜裡面其實是有 Potassium Potassium 你媽媽有痛風說不可以吃菜 菜是甲膏 甲就是溶解尿酸 救命 為甚麼會反過來 你聽到的東西 好害怕 OK 好害怕 好害怕 OK 還有我想說 喝骨湯 骨湯裡面 是最有效對付尿酸的 你知道為甚麼嗎 因為裡面有幾個很重要的 compound Prolene Glycine 還有Glutamine OK 還有Glutathion 聽到就馬上暈倒了 好了 我這裡很快地說給你聽 幾樣東西 好害怕 你當時 我 先撕掉 謝謝 謝謝 少了我一會 OK 我現在很快地說給你聽 等一會 我正在開啟東西 很快 大家稍安無粗 儘管留言 因為你留言 我之後會回答你 不用怕 乖 開啦 不要不慢 OK 等等 抱歉 等快 開啦 OK 骨湯是這個樣子的 這個是散礙的 散礙的 是這樣的 沒有人叫你一次過堆一瓶 我想說你很飽的 一次過堆一瓶 千萬不要 OK 反而 你是 這樣一瓶 其實你可以分到 你一日喝光 都可以 或者分兩日喝都可以 好嗎 對 Emily Phong 啊啊啊 對不起 大喊嚇死大家 你老實是醫生 痛風有開甲丸 C 聽不聽到 OK 我會跟你說的是 真話 我只可以這樣跟你說 我是一個很老實的人 我是會說真話 OK Yuki 你這樣的情況 不如你醒白白不想拔見一下我 好嗎 我真的很想乖乖照顧你的 你相信我 但我真的要見到你 才可以回答你 OK 好了 骨湯是不是 很多人問我骨湯可不可以喝 骨湯有飄零 剛才如果沒聽過的 剛才那集內容 聽多一次 OK 因為飄零不是 飄零直接令到你痛風 是因為你排不出來 OK 還有 有飄零的其他東西又沒事 為什麼 整件事根本就錯 不是 骨湯 我那個骨湯 你又包回來 你怎麼很好吃 唉 抱歉 很好吃 這個是散崖的 如果隨餐附送的 是沒有那麼多的 是150 而已 這個骨湯是熬了60個小時 60個小時 聽到沒有 60個小時 所以 不是逼你 事必要光顧我 你便不要光顧我 自己熬沒問題 我有教你的 我教你怎麼熬的 很簡單 只不過煩就是煩 為何要煮這麼長 你煮這麼長 才能夠讓骨頭裡面 所有的好東西 散了 吐出來 所以 是要這麼久 好了 骨湯 對痛風是怎樣 聽著 我現在告訴你 OK 全世界跟你說 哎呀 我有痛風 你不要吃紅肉 你不要吃 那些人 錯 痛風 你需要瓦解 將那些結晶 即那些尿酸結晶 可以拆散它 包括腎石裡面 即那些都是尿酸的結晶 你需要的是什麼 你需要的是 第一 菜裡面的 OK 所以七至十個拳頭 走不掉 我餐裡面你鹽不夠多 接下來有蔬菜汁 多謝你 如果你光顧我 你不光顧我 你自己在街上吃 我也不阻礙你 OK 這個節目永遠都是免費 免費 免費資訊 OK 儘管聽聽聽 好了 那我的蔬菜汁 就是很多種的十字花科 一起打 裡面會加馬卡粉 加阿沙伊 OK 所以 喜歡的話 我們開啟之後 Give it a try 都是那句 不喜歡的 自己買菜回來吃都可以 總之七至十杯 你需要裡面的甲 OK 那如果你本身 是已經有嚴重痛風的話 就是整個都發作的話 買Protessium的Supplement 去幫你 那我有的 我做Consultation 如果有痛風的話 我是會 對給它 OK 好了 要瓦解 尿酸的結晶 OK 那 又 剛才所說的Protessium 第二個 叫做Glycine Glycine Glycine 在什麼裡面有 骨湯 骨湯裡面有很多的Glycine Glycine 它是什麼 它是一種 胺基酸 也是一個 腦內全導體 OK 那一個 會發生什麼時候 它會幫你 拆開 你的那些 尿酸積聚 那你記住 尿酸裡面 它積聚了 因為地心吸靈 塞在你的大腳趾 有些人就在腎石 所以 七至十杯菜 不止 飲骨湯裡面的 這個Glycine 也會幫你拆 OK 但另外還有 還未說完 OK 我今天 要說很長時間 Sorry 我知道你已經很睏了 但是 讓我很快講完 OK 我這次說不完 我下次會再說 OK 另外 就是 有一件事 骨湯裡面 有很多的Minerals 例如 Calsium Magnesium Frostis Silicon Sulfur 還有 Condroitin Sulfate 還有Glucosamine 你知道這些是什麼嗎 就是你給500-600元 買一瓶的軟骨湯 其實我想問 你給500-600元 買 或者300-400元 這些軟骨湯 是 吃你真是把鬼 因為 全都在 OK 你隨餐都有附送的 150ml 因為其實你可以看到上面 很少 我不懂得讀你的名字 Sorry 鄺小姐 整瓶都飽了 不用吃晚飯 OK 所以不好 所以為什麼隨餐附送的骨湯 是150ml 因為我要預算你有位 吃其他東西 對不起 又說兩句 餐的重點是什麼 就是 裡面的礦物質是足夠的 纖維是足夠的 脂肪是足夠的 最好的脂肪 不是反式脂肪 你出家吃是可以很便宜 但你先看別人用什麼油 油不如 好嗎 好了 剛才我說過一堆 Condroitin Sulfate Glucosamine 它是 外面在買一瓶瓶的軟骨素 和對抗關節發炎 因為它是去reduce inflammation arthritis 所謂 joint pain 與其500-600元買一瓶 300-400元買一瓶 你不如喝骨湯 傻著 浪費錢 好了 再說 一個University of Nebraska 的 medical center 他們做了研究 為什麼外國人 雙風就要喝chicken soup 原來發覺 他們的chicken soup 沒有看豬或其他 但其實裡面 會reduce inflammation 降低發炎 為什麼會降低發炎 就是剛才說的 Glycine 他會提高免疫功能 好了 搞清楚 你們說的老火湯 是stock 是soup 不是broth 我們說的 bone broth 不是湯 不是老火湯 不是2個小時 3個小時 4個小時 不是紅蜜糖 或者健康蜜房 那些 我們那些是煮60個小時 加上醋 去咬到骨爛爛了 跟著它瓶啫喱狀 那些才叫做bone broth 如果你要真的bone broth的效果 而你信得過我 你願意的話 你可以單定的 接下來我們會有4個口味 4個口味分別是豬 雞 魚 和蝦 因為它們裡面的健康成份有所不同 但是也是那句 隨餐是有附送的 不過小一點 150 OK 好了 飲骨湯 好處就是 它是天然的骨膠原 骨膠原 除了對皮膚好 就是對關節好 修補你那些發炎的那些痛風 明白嗎 還要幫你拆掉那些 尿酸積聚 OK 然後幫你重組關節 那你跟我說應不應該喝 Gelatin Gelatin 其實骨和骨中間有軟骨 那個disc 那個disc的主要成分就是 Gelatin 當然還有Cosamine 就是軟骨素的那些組織 OK 好了 這個Department of Nutrition and Sports Nutrition for Athletics at Penn State University 很長 發覺呢 關節有問題的人 已經用24週的時候 即4、6、24 半年時間 OK 去給他們 Supplement 他們with Collagen OK 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 原來 他們的關節是會 軟骨組織會更厚 還有 是會 Sports Performance 會更好 這樣 你不需要另外去買 日本的名什麼 或者其他 Collagen牌子 又是那句 一碗仔骨湯裡面 有了 OK 還有 骨湯對什麼好呢 骨湯對於這個 腸道裡面的Lining 是好的 那腸道裡面的Lining 有什麼很重要呢 就是它幫你吸收東西 腸漏 Irritable Bow syndrome 這些全部都是跟腸的Lining有關 你腸裡面的蛹毛 因為發炎 明明排在這裡很密 現在就是梳孔 梳孔就是食物有殘渣在那裡 卡住了 卡住了牙 卡住了一些菜渣 那樣 就是發炎 因為你不會梳你的腸 牙你會刷 發炎 發炎之後就滲到血道 哇 大鑊結了 那你修補腸的Lining 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骨湯 那你想知道是怎樣 是不是我說算 不是 The Journal of Clinical Gastroenterology 好長 對不起 Found that gelatine effectively supports intestinal health and integrity Gelatine Just like 剛才所說的其他 軟骨素 Glucosamine 還有Glycine 那些proline 都是在骨湯裡面最多的 你知不知道四千多年前的古埃及人 他們治癒疾病的方法會做什麼呢 就是飲骨湯斷食 好 好 好 四千多年歷史 聖經裡面都有頭骨湯 那你到底信聖經 你信古埃及的智慧 你信今時今日無數這麼多的醫生 包括Dr. Jason Fung 包括Dr. Pompa 包括Dr. Mercola 還有Dr. Berg 還有其他 Vagary Tobes 一群人走去跟你說 你生童要喝骨湯 骨湯很好 你不生童都喝骨湯 很好 你信這些人 還是你信一些 叫你繼續要吃澱粉 還有不要吃菜的人的說話呢 我想告訴你 我做Consultation 很多人跟我說他脫頭髮 跟我說他抽筋 他一喝骨湯 馬上沒事 頭髮馬上不脫 以及馬上沒有抽筋 試一下吧 骨湯裡面有很多collagen 你喝一陣子皮膚 馬上滋潤 飽滿了 OK 我有很多的 事情還可以說 但因為今天時間 的而且確是長 所以 容許我講 我下一集還會再講 他怎樣 那個湯能夠幫助你的 新陳代謝 提供免疫力 幫助你肝臟排毒 幫助提供你的身體的治癒機制 OK 都是那句 不是事必逼你要光顧 我們自己煮都可以 OK 好了 骨湯是叫做Nature's Multivitamin 它裡面有19種 Bio Available Amino Acids 即是胺基酸19種 這19種裡面 是最容易讓你身體吸收 因為它是液態狀 而且裡面有很多很多的礦物質 這些礦物質是Bio Available 什麼叫Bio Available 就不是Chemical 是你一喝 你身體就自然吸收到 因為裡面的豬 豬 雞 它們都是哺乳類動物 都是我們 跟我們的基因很接近 不是Chemical 所以很容易吸收 OK Collagen Gelatin 就是幫助你發炎的關節組織 能夠修復 也對皮膚很好 OK 其餘裡面的有益成分 對於你的腸道健康 就是你的免疫功能的大本營 你的免疫系統 以及你的腦部健康 直接有關係 所以麻煩你 每天都喝骨湯 OK 我還沒說完 其實還有很多 我已經說不完 但是喝骨湯 是會令到你的發炎 即是包括痛風 能夠停止 不要再聽那些主流意見 即是說 我不吃動物 我不吃肉 那我就會不痛風 那為什麼你還回去看醫生呢 如果真的戒了這麼簡單 剛才有聽眾留言 其實他戒了那些還來的 所以其實不是這麼簡單 而且他的研究 其實真的不是一個全面的研究 OK 最後我發覺 咦 我面前有一份很棒的 是一個 看到嗎 生酮的漢堡包 這個生酮的包 是絕對可以吃的 上面那些是黑芝麻 我收了線 做完節目之後 我就會吃的 然後 我上面還有一個布甸 看到嗎 一個朱古力布甸 這是一個餐的其中一部分 我記得剛才發現 咦 我沒有展示給你看這份 這樣 OK 真的很好吃的 OK 下一集再見 我會先講完 可能我下一集再下一集 先再麻煩 即是你布甸跟我一起 去將你們的提問 bring出來 我們有一集節目的時間 就是專門來回答問題 但因為我還有很多話 所以下一集我們繼續講 痛風 好嗎 還有繼續講骨湯 如果大家想 我會再教大家煮一次 或者是你不想煮 你說我怎麼會煮60個小時 不要開玩笑 那你就上去我那裡 3w.hkketo.com 再提一次 就是今天6點前訂 就是後日會收到的 OK 好嗎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有什麼問題儘管留言 我們講完所有資料性的東西 我們會有一集回答大家問題 OK 拜拜